哈囉大家好我是平百姓 現在為各位示範的是 競技競技試練第一天喔 記得一定要打 而且不能死掉 他死掉了你就沒了 死掉就什麼都沒有 右上角這邊upgrade 我點進去 喔我一次直接打 1 2 3 4 5天的分了 一開始先記水珠 如果你怕這 我現在隊形喔 我先跟各位報告好了 我這個隊形如果怕有那麼一點點 視角差有沒有 看一下 七水 OK 挑戰 因為我這個隊形本來要放這一隻有沒有 但是因為我怕我認柱子認不出來 沒關係你就放一隻雙魚進去 雙魚進去他可以轉珠 所以不用擔心那個柱子的問題 看不出來的問題 關卡進去之前要先看一下 還沒打的可以跟著我打 還沒打的跟著我打 還沒打的按個7好不好 那我知道有誰還沒打 來 欸 是這個嗎 忘記了再點一次 對這個是水珠沒錯 開 記得齁 一次都不能死 欸 不能打輸啦 不是說死掉 不能打輸 這個不能撞到 撞到一次應該是臉歪掉 我來撞到一萬五真的是臉歪掉 對啊還是有人沒打 有人是忘記有人可能是屯著 所以沒有差 可以跟著我跟著我一起打這樣就好了 因為跟我打你很穩 你看我過你就跟著過這樣就好了 因為你不用當白老鼠啊 我可以試給你看 雙特哥 看看看一個人喜好 水 水火木都有 齁什麼都不用按 直接按這個就好 因為血不多齁 水火木給他消一消應該就可以了 因為我不管他幾屬強化洞 我直接給他三屬強化最快 瞭解嗎 還蠻簡單的 他這 這特哥開下去就結束了啦 很簡單喔 但是不能掉以輕心 歐啦歐啦歐啦 K-O 歐 不能掉以輕心是重點 因為這關卡有時候很簡單 但是例如說 像我有時候進場的時候 不小心選出戰友這種事情會發生 所以你一定要看好準備好 你不能輕敵 懂嗎 這是實戰的 懂嗎 但是你打起來就像平常一樣 輕輕鬆鬆就好 練習如實戰 實戰如練習 好 競技競技試練 第一天喔 好 升級8階 因為上次的 最後一天忘記打 OK 這是第一天的部分 好 有技能就直接開 你只要穩穩能過 就好了